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米和煤炭等商品的关税也有所提高 此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刚刚宣布抵制美国电子产品 传统同盟动摇10日 美国宣布对土调整关税 并直言 煤土关系一点都不好 英国卫报报道趁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 当日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跌幅达17% 自2016年居伦事件之后 美土关系持续恶化 8月以来 双边关系更是急转之下 2016年10月 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在土耳其被关押 被控组织参加了反对总统埃尔多安德维瑟政变 美国多次敦促土耳其释放该牧师 今年7月26日 美国表示 如果土耳其不释放该牧师 将对土进行制裁 土耳其随后回应 不会容忍威胁 口水张 愈演愈烈 美国在10日正式宣布制裁 美土传统同盟关系迎来巨大挑战 战略分歧凸显特朗普政府制裁土耳其 对美试着眼中期选举 对外则是表达自2016年以来 美国对埃尔多安政府与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渐行渐远 与北约离心离德的不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纲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二战结束之后 伴随着杜鲁门主义与马切尔计划的相继出台 美国于1947年开始 向土耳其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 1952年2月 土耳其加入北约 美土同盟关系正式建立 自91事件之后 受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影响 美土关系进入转型期 自正义与发展党正式上台执政之后 埃尔多安政府提出战略深度主义 外交政策 以及2023年百年远景目标 外交政策不断走向自主化与多元化 美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 埃尔多安政府不愿做美国和西方的棋子 也不愿沦为北约中的二流国家 而是寻求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并探索符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成为受人尊重的国家 孙德刚分析 扣押布伦森成为美土关系恶化的导火索 这表明 埃尔多安不能容忍 美国一方面利用土耳其 实现美国的中东利益 另一方面利用居伦运动和所谓宗教人士图谋 推动对盟国的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 美土在中东战略利益上证逐渐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矛盾 土耳其与美国竞争对手 俄罗斯和伊朗 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密切合作 土耳其反对美国以单边制裁的方式 阻止土与伊朗开展经贸往来 在巴尔问题上 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 突出兵占领叙利亚北部 打压美国再续 库尔德盟友 人民保卫军等 避免矛盾升级受美国宣布制裁影响 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于8月10日出现崩盘 成为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年内跌幅超40% 利拉贬值 资金外逃 民生问题进一步凸显 社会矛盾加剧 给埃尔多安长期执政 带来巨大挑战 11日 埃尔多安在美国媒体发表评论文章 警告称 如果土美关系持续紧张 可能把双方伙伴关系 至于危险境地 土耳其见识将另谋盟友 但他同时强调 土耳其是美国的北约战略伙伴 要从根本上走出经济困境 土耳其需要同西方特别是美国改善关系 而特朗普政府也会避免将土耳其推向俄罗斯怀抱 当前 美土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逼迫对方做出让步 但斗而不破 都避免矛盾升级 孙德纲分析 王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王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